日经新闻16号报道 鸿海未展现收购东芝半导体部门的诚意与决心 船有意让旗下日旗下谱打先锋 以降低日本政府担忧东芝技术机密外流的国安疑虑 下谱出资比将由原先预定的一成拉高到两成 中国加强资本管制措施奏效 人民币汇率趋稳 走资情况已受控 中国政府也不用再大手抛售美债 维持人民币稳定 美国财政部披露中国最近连续两个月增持美债 三月份中国大幅增持279亿美元 增持规模为2015年3月以来最大 封册双雄日月光与细品结合案 获得美国联邦贸易委员的确认函 美方同意两家公司的结合 日月光和细品筹组封策大联盟计划 三关已顺利过两关 业界人士分析中国官方审查 最迟六月中裁定 可能采取有条件放行 台股破万点 内外资助攻交易量 资金涌入手机获利充高 营运前景看好的低量股 带动相关个股股价爆量大涨 会与国际信评16号调整 台湾证券业的营运环境要素平等 由A减负向调制A减稳定 新台湾电视整理报道